以前中国很多电影拍出来 它没底子 它只是出点照片 色 大概是那个意思 你得使劲想它是个电影 你得给大家个理由 离开沙发 家里的沙发 对 我凭什么做梦 还花钱 还花钱还搭工夫 那你得有这个理由 现在的确刚才马也说 很多电影拍的 还不有电影去呢 太水 所以这不就说的讲究吗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特别有个概念很有意思 就是它说的这个主观的真实 你比如说它可以讲究到 很多这个细节上 比如说那个时候 这个日本鬼子 他的一个军装 是个什么色 或者他一条腰带 必须是什么 这他都特别斤斤计较 但是呢 实际上又有很多是魔幻的色彩 就是我们会觉得 好像当时不一定是这样 其实你只是有一些是这样 你知道我看它的这个 它的这种独特的影像啊 让我想起现在的一种技术 叫增强现实 你知道有一种叫AR 就是它呢 是一种电脑的一种东西吧 它在现实上面呢 别加上一些它虚拟的东西 所以它就出现了一种叫做 增强现实的这么一种效果 这是不是你说的这种 所谓主观现实 你要说创作这事啊 就离不开主观 否则那就托尔斯泰干嘛呀 那要马爷干嘛 要王硕干嘛 要这个波尔赫斯干嘛 就是他 他的脑子和他的眼睛 看着实际 你有幸说 呀拿这本书看 我也过回波尔赫斯的眼睛 马尔赫斯这么看事儿了 这是有意思的 这叫创作 要不然你就旅游嘛 旅游就瞎看就完了呗 我也看看南美 你也看南美 看啥样算啥样了 但是经过他的表述 或者经过达利 或者经过梵高的话 他告诉你天是这事儿了 那他那忠实能这样 时间是留下来的 这可是有了不起的东西了 所以没有主观是不行的 不认为主观就不叫创作 那么主观到什么程度 主观从哪来 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哪来 你必须有大量的 对生活本身 就是所谓客观的认识 波尔赫斯和虾之前 看了很多东西 看到连中国的这红楼梦 他都明白 所以他有他的话语权 他有他可以变形的这种权力吧 那我想请让你除了这个主观的意识 跟客观的认知之外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你也对某些东西 有一些特定的迷恋呢 你说的对 因为每个人肯定有偏好的一面 比如你两部电影里面 都把这个大清王国这件事情 赖在自己头上 没有 这是他觉得是他推翻的 这也算赖自己头上 我其实 所以你对于这个角色 对于把这个大清灭了这个角色 这个人 你是有迷恋的吧 没有 那倒不是 我是想说 其实很多事是偶然的 因为给我的 我看了一些东西 让我发现 偶然性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而且 当然 这偶然性是藏在必然性里边的 你大事所去到这 最后骆驼上一根草嘛 不定是哪根草了 另外我演的那角色 其实我从来没喜欢过他们 我觉得他们都是 然后自己把自己玩砸了的主 像这蓝清风也是 一直要自己下一盘大棋 结果不知道自己那子放哪 我觉得那个马走日也是这样 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玩砸了 蓝清风这次比马走日好点 他开车送李天然去北海的时候 可能意识到自己要玩砸了 这是我拍这个电影 我觉得比以前不一样的电影 就是他们每个人 无论对自己成长和自己的失败 都带有某种自觉性 可能是我今年55岁了 当然比如说再体现出 主观和客观这件事 我非常有 可以聊一些 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注意这个 不注意这个就永远没有创作 比如说我拍《阳光灑烂日》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扫地先扫地 把地都扫了扫干 他说 你干嘛老扫地 我说你这地太脏了 现在 然后他们弄了好多群众演员 把群众演员都撤走 不要 这条糊涂又没有群众演员 又干净 我说起码符合我主观的一个记忆 因为那时候没垃圾 没得扔 您扔什么呀 有点垃圾的利用 然后这街上它真的就干净 它没有那些 垃圾它当然就干净了 没有人 我能从互动口这边看那边 这能看穿了 我要的这效果 当然很有可能那时候还多俩人 但是一定不多到挡着你的视线的程度 第一 绝不会脏到现在的程度 那我就要抓住这个 好 现在也是 他们拍日本鬼子 而且不像在哪 首先都太高 我把我那电影里边进城的日本鬼子 全是中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这枪 三八大盖是一米六八在这 它不变 现在四个人一站 那枪的刺刀都比人矮 你看过去的老照片 这刺刀比人高出这么一拳头 那时候日本人个矮 全世界都矮 你看那美吉普 现在你随便到电视场那找一个 往上一坐 我得这样拿着方案盘 真的是 就没法像人家哇那么帅着看 脚没这范哥 是都是局促的 我在买一个美军的军装 一个孝级军官的军装 我穿不进去 谁能穿进去 一米六 一米七三的人 他就应该那么高 因为周恩来当时 周恩来是一米六九 周恩来旁边比他高的美国军官 也就一米七三了 那就是大个了 那日本人说一米五 不是在小桥日本 他就该一米五 对 所以他一米五 拿一个一米六八的枪 刺刀正好比脑袋高这么多 这这排起对了才对 扛起来也对 这手这么扛着拿着 刺刀在那 你要不现在我一扛着枪 在这刺刀在这 就不对了这个 整个画面都不对 钢盔变不了 就这么大 你现在往后背上一搁 跟他一玩似的 这也不对啊 对 那时候人的脑袋小吗 当然小了 人整体小 人整体小 所以这枪 这枪和钢盔都在那 这实物摆着 我只能根据他俩 找矮个的人 好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我不能 比如说廖凡 他们不能太矮吧 那把扣子做大点 因为这扣子 扣子不变 你看老照片 你觉得衣服穿上领子哪了 他另外一股劲 你仔细看 扣子大 不是扣子大 是人小 那衣服 他只能做 显得那 咱们还能拿那扣子 显得比现在大一号 这样你才能 造出一种 所谓 陌生感 也就是说 其实你更像过去 但是他主观了 因为这东西 他不会用那么大扣子 或者不会用 中学生 因为别的生 别的别的 你找当兵的不行 找什么都不行 只能找体操队的 刚进去的小孩 所以你看 他某种 讲究 讲究 而且这个 这个讲究是为了什么呢 这看着仰眼 他对啊 要不然你不对 他操啊 你比如说对于今天的这个观众 咱就说年轻观众来说 你日本鬼子比枪高 还是比枪低 我相信 对他有什么所谓 你知道我 这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正能量 一个乐观的人 我觉得他今天不懂 他有一天会懂的 等他懂那天回来想 老江真对得起我 老江对得起历史 我对得起 他小时候无知的时候 你尽管无知到 你连都不陪孟广美去看 以不知遥 没关系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我对得起那时候就够了 他是这样 他不懂没有关系 我有一个态度 就是很难在中国人身上找到有人有这种态度 叫什么呢 我做事不是为不懂的人做的 我是为懂的人做的 对对对 你来一万个人都不懂 没关系 有一个懂的就够了 他不懂的将来 那9999个是陪着 现在因为 他们有可能将来还会懂 对 那你太乐观了 就是大部分人呢 会有这种态度 就是做事啊 我们不仅仅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啊 很多人都会说 这有谁懂啊 差不多就过去了吧 我不是曾经有时候也被人拉去做个什么 这顾问那顾问 我一去 我说我没法帮你顾问 您这都都拿着哪都不对 他就说哪有人懂啊 哎 我不就懂吗 你不把我也给叫来了吗 对吧 他总有人懂 而且一个电影中 他所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 你哪知道他懂哪一块啊 专门有研究枪械的 一看晚上说 你看这枪不是哪时候呢 你比如好多那个人找你的毛病 说你那枪当时就没出现 你怎么能让他扛这么一枪啊 哎 人家有人懂 那我还不同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叫这个汁啊 也不是为了人懂 是为了过自己这一关 可以啊 要不然呢 就是睡不着觉 他就有点 其实真不是这样的 不痛快 不是 真不是这样 我这么说 那个我在90年代末的时候呢 不小心混进一个好莱坞的剧组 所以你问我他为什么那样子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呢 我们拍了一个场景 也是一个北京的胡同 他硬在美国 搭了一个北京的那种场景啊 他还不是只有屋顶 他还有房子啊 街道各种的 你知道他们那时候 在准备那个街道的时候 制编组要求 要在地上 先把西瓜扎烂 鸡蛋 打碎 然后放一些鱼的尸体 在那边 就是你要制造那个气味 请问你去看电影的时候 你闻得到那个气味吗 那你说他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说 江导演是中国电影的未来 未来还是过去啊 未来 未来 我相信大家都会懂的 会醒的 没办 你今天就叫我来当他 对 讲得好 他说的特别对 你要不打点鸡蛋 撒点臭鱼 我觉得他那味儿真是不对 那问题是观众 其实感受不到的 感受不到那个气味 但是你在演员 还有即便是群众演员 他去到那个当下 他会不会融进那个环境 其实这个东西 气味很重要 起码气味对我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那多恶心啊 我们谁不希望在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那种环境里面 那个但不行 人就非得还天天地得去砸西瓜 谢谢 谢谢